OK,我们要进行第二步,就是启动服务,就是那个Webpack DEV Server,我们批为这种说的第二步,然后开始也是需要安装一些插件,npm install webpack DEV Server,还有一个叫做HTML,webpack Plugin,也是要保存依赖,就是刚刚C5,刚刚DEV,同理啊,我们为了安装的更快一些呢,我们还是到这个, npm.tau.org,大家记住这个网址就行了,然后把这个淘宝的镜像给烤过来,粘上,粘好之后回车,好,这个可能也需要再安装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在回处图来之后继续做我们接下来并行的事情,它先安装,我们在根目录下面呢,创建一个文件,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html的文件, 然后我们先生成一个结构,我这是用快捷键生成的,大家如果这个不知道什么快捷键,不知道什么一键生成的方式呢,就自己打就行了,你就自己输入也行,你从网上找一个模板也行,怎么都行,反正这个标简单,我们把标题改一下吧,叫做目科网,双约老师,前端设计模式, OK,我们为了显示出来,能看得清楚呢,我们再加一个这个P标签,然后把内容也写上,好,我们看一下,差点都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当然你自己可以等着安装完之后再去创建这个网页的这个文件,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同时创建, 然后我们继续接下来之后,我们要改一下这个,之前我们写的这个webpack.dev.com.js,我们怎么改呢,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来啊,我们先去require.js的pass,然后我们再去require这个html,webpack.plugin, 这儿为了防止你写错呢,你可以打开这个pack.decent这个文件,这里面其实就是已经把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这个名字写在这儿了,所以大家一拷贝就行了, 好,拷贝之后在这儿,这些站上,这肯定错不了,这么长很容易写错啊,而且写错之后你还不好排查,它是什么错误,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在这个内容的基础上接着写,接着写一个插件,就是这个plugins插件列表,然后是一个数字,对不对, 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一项,因为我们这儿就需要一项,就是这个newhtmlwebpack.plugin, 好,里面传什么呢,我们就传一个template,就是说我们这个插件呢,是一个跟这个网页模板有关系的啊, 其实我们把之前刚才建的这个indexed html这个文件的地址传过去,大家去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好,这儿我们先保留,我们先不去讲它是什么意思, 只是说,我们把这个刚才建的这个indexed html这个文件,这个地址传给了这儿,是吧, 具体什么意思,我们等会儿再看效果,然后我们继续写啊, dv server, dv server呢,我们写这么几下啊,containterbase, containterbase呢,我们写上pass.join, 第二个内容还是档下目录啊,然后releas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dv server是我们接下来要执行这个本地开发环境的一个简单的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肯定有给目录,对吧,他要去从哪儿去获取文件,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release这个里面去获取文件啊, 然后这个passage.join这个其实就是那个node.js pass的一个基本的API,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这个意思比较简单, open呢,是true, open tru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执行命令, 这个浏览器自动会打开,大家就能看到效果的, pulse呢,我们设成这个9000, 就是为了防止和我本地的这个端口有冲突, 9000我是一直没有用过, 我们这儿这儿把那个写一下吧, 就是把那个意思根目录, 自动打开浏览器, OK,我们写完之后我们保存, 保存我们再去修改一下这个pacadr.jc里面这个dev, 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不用这个了, 我们再去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webpack改成什么呢, 改成webpackdevsore, webpackdevsore就是我们刚才已经, 安装的这个webpackdevsore, 就是我们要启动服务,对吧, 然后这个config呢,还是这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改了嘛,对吧, 刚才已经改了,改完之后肯定得用, 然后这个mode还是development, 这个没有关系,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运行一下, 这个npm rundev, 好,大家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6.7打开了, 打开之后, 这儿弹出了100, 对吧, 它说了100, 然后这个地方的文字呢, 就是我们在这儿写的这个文字, 对不对, 好,这样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些配置的效果, 这个plugins里面, 这个hmrwebpackplugin, 然后template.index.htm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模板, 这个空模板,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也没有引入任何GS, 但是我们把模板的地址放在这儿来之后呢, 之前我们在release里面, 打包了出来这个plugins, 它会自动插入到这个模板中, 对吧, 然后去运行, 这样的话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效果, 对吧, 要不然这个alte100, 它怎么会出来呢, 好, 然后这个dvserver里面配置, 这是gameru就不说了, open等于tool, 就是说我们刚才运行命令之后, 它自动浏览器自动打开了, 对吧, 要不然浏览器不会自动打开, 让port等于9000, 就是我们现在的章口就是9000,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步,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之前第一次建的这个src里面的这个index的GS, 刚才不是alte100吗, 我们改一下alte200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 我们保存, 好, 大家看, 我们没有做这个操作, 它已经刷新了, 它已经刷新了, 弹出了200, 好, 我再改一下, 改成300, 保存, 好, 大家看, 它又自动刷新成了300, 对吧, 比如说, 我们这个webpack devserver, 不仅仅是可以将打包出来的这个bundle.js, 自动注入到这个我们做的模板中, 而且呢, 原文件改了之后, 这个服务器还会自动去刷新, 这样的话就能大大提高我们接下来的效率, 对吧, 好, 这是第二步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下一节再去讲, 如何去解析ES6, 我先到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